当代水墨艺术家徐沛之1980年出生于香港 1999年毕业于香港黄人书院 他自幼师从中国当代艺术家迪士尧学习书法 2003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 他在2004年考入中国美术学院中国书法系 于2007年获艺术硕士学位 并于2010年失从当代著名的冲向水墨艺术家王东霖 获得博士学位 徐沛之在大学本科的时候开始创作书法 然而他并不满足于正规的书法书写 其后他在一家拍卖行担任中国书画专家的两年里 接触了许多经典的古画及现代水墨画 他深受启发 因此开始研究和探索水墨画 他对工笔画情有独钟 并接着使用工笔手法作画 经过了18年不断的磨练 徐沛之成为一名富有实验性的艺术家 创作耐人寻味的作品 他在作品中融入引人入胜的元素 如昆虫 广东流行歌曲和神话等 以自己独特的诠释方式 为工笔画带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 此个展将展出徐沛之九渊系列中的最新创作 共13副以松树、云层和陡峭的岩石悬崖为话题 在近年的全球大流行和社会政治运动中 徐沛之发现自己特别被北宋山水化的宁静所吸引 作品中也出现非典型的题材 神话中的九渊 据说是一处栖息着神龙的泉水 也在道教中 是通往终极幸福的九种生活方式的隐喻 艺术家利用如此诗意的意象 以公笔的手法创造出一幅幅精致、细腻而壮丽的山水画 徐沛之的每一幅画 反映着他在现实生活中艰辛的奋斗 以及他对内心平静的渴望 他利用象征着自律和耐力的繁茂的松树 来表达神话中的深渊 他在金色和银色的纸上以彩云和瀑布作为背景 在宏伟的画面中细致地勾画出每一根松针和细线 再仔细地看徐沛之的作品 他深色区域是漆黑的 就如这幅画 与古典水墨画中高浓度的墨变干后所留下的光泽明显不同 这是由于艺术家独特的方法 混合了墨水和木炭粉以减弱光芒 此技巧为作品带来了多一层忧郁 完美地体现出他想表达的悲伤 徐沛之精确和专注地画着极细的线条 让漫长的创作过程抚慰自己的灵魂 我们欢迎大家来感受徐沛之以每一笔注入情感的作品 自2003年 徐沛之的作品曾在中国、香港和伦敦等地展出 他还获得了多个香港艺术委员会颁发的奖项 并在2015年、2018年和2020年三次入围亚洲艺术大奖 他的作品给香港艺术馆和牛津大学 阿神莫林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有久收藏